SCP-2006 SCP-2006 Too Spooky 太嚇人了 Some等級Keter 偷出收容措施 SCP-2006被收容在賽118的一個密閉收容間內 SCP-2006必須被持續監視其變化 並立即記錄其變化 所有接近SCP-2006的人員 需要先參加一個尊助於表現恐懼和驚訝的表演訓練班 每月一次 SCP-2006將被授予至少一部低品質恐怖電影 或帶有恐怖成分的科幻電影 所有與SCP-2006的交流 必須確認SCP-2006仍然認為他觀看的那些作品內容十分恐怖 描述 SCP-2006是一個異常球形個體 標準模式下直徑為50公分 SCP-2006宣稱其目標為 對盡可能多的人類造成害怕或恐懼的感受 為達成此目標 SCP-2006能夠以任何其希望的方式 變換其形狀、質量、大小、密度、化學成分和聲音 目前沒有任何一致的辦法能夠傷害SCP-2006 其變形能力的上限不明 目前認為沒有任何上限 目前 SCP-2006喜愛使用他觀看過的恐怖電影和科幻電影中的一些生物和反派角色的外觀 SCP-2006最經常使用的外觀為1953年電影《機械怪獸》中的Roman SCP-2006可以在使用一個無法說話的生物的外觀時說話 SCP-2006通常會試圖驚嚇任何接近他的人 但在此之後 他會變得和蔼友善 背後的原因不明 儘管SCP-2006經常稱其目標為試圖造成盡可能多的恐懼 SCP-2006不擅長判斷哪些概念能夠對人類造成恐懼 並會持續尋找達到其目標的新方法 該糟糕的識別能力延伸至人類情緒辨別 因SCP-2006無法分辨在人類眼中十分明顯的輕微情緒變動 SCP-2006採訪紀錄 採訪者 Loof博士 被採訪者 SCP-2006 Loof博士走進了房間 SCP-2006蹲在門附近 SCP-2006處在其Roman形態之中 SCP-2007 靠近 哈哈,又被嚇到了 所以你來這次是想討論些什麼嗎,博士 是,是的 我在想,為什麼你要對別人造成恐懼 我不明白你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你要去嚇人 哦,簡單 我嚇唬人是因為這很有意思 而且你知道的,這是我的本行 就像你們做研究一樣 我專門嚇人 我在這上是專家 基本上沒有什麼別的原因 好吧,我走了 有空再來找我健檢吧 下次我會做些非常恐怖的東西呢 哦,還有,靠我吃了你的靈魂 要我出去,我快被嚇傻了 附路 現任賽118站點主任發布了有關SCP-2006的備忘 我最近收到一些有關SCP-2006工作人員工作松懈的報告 很多人員在監視SCP-2006觀看新電影時 和試圖嚇人時,把整個東西當色華盆 還有些人員問過為什麼SCP-2006是一個KIT的即時體 我現在需要再度告解你們 一個KIT即時體就是一個KIT即時體 不論他看起來有多麼幼稚 SCP-2006確實不是一個半身殺人狂 也不是一個無敵大蜥蜴 但是,他的危險與基金會收容的其他KIT即時體 不相上下 想想SCP-2006的目標吧 他想嚇人 想想如果SCP-2006突破收容 並發現到底是什麼東西會造成人們的恐懼 想想如果他看到了戰爭的可怕和恐懼之處 或者看到了每個人都擁有的各種恐懼症 想想如果他看見了核戰爭或SK級事件的可怕之處 然後把這些東西放到一個變身能力無窮無盡的生物裡 然後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他會被分歧為KIT了 所有之前提到的人員都已經被紀律處分了 我不希望再聽到任何有關這種情況的消息 以上就是SCP-2006 簡單說SCP-2006一般狀況下是50公分的球體 但具有沒有上限的變形能力 SCP-2006喜歡給他人帶來恐懼 並且會運用他的變形能力來達成目的 但卻對什麼東西是真正的恐怖沒有判斷能力 因此基金會用不恐怖的恐怖電影 和員工的演技來欺騙他 使他覺得自己很恐怖來方便修容 這種看似沒什麼 但實際上也有很大的危險在SCP 跟之前講過的SCP-2950蠻像的 我在Youtube上也找到了機械怪獸這部電影的預告 不得不說真的是一點都不恐怖 還有點ㄎㄧㄤ 有興趣的人我會把連結放在修明欄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按不喜歡吧 希望做成為SCP的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